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油,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油时谈 最近在德州休斯顿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 一名失踪了8年的17岁男孩 上个星期突然又神奇的出现了 而随着案情的深入调查,更多可怕的细节慢慢的浮出水面 这起事件最初是发生在2015年的3月份 一名叫做卢迪的男孩,他住在休斯顿北部的一个社区 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牵着两只小狗出去遛狗 结果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 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就这么消失了 很快,卢迪的家人就报了警 休斯顿当地警方立刻展开大规模的搜索 甚至还发布了寻人通告 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为了找到儿子,卢迪的妈妈叫Jenny 他还建了一个Facebook群 希望邻居也能够帮他一起找孩子 另外他还花钱雇佣私家侦探进行调查 但是呢,这个男孩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没有任何消息 这八年来,警方一直都在不断的更新 陆迪的寻人启事 贴在城里的各个角落 甚至还在高速公路的广告牌上 登出大幅的寻人广告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警方也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归入失踪人口库 也就是说,能找回来的几率几乎不大了 但是呢,就在上个星期 情况突然发生了扭转 就在上周日,7月2号 这个失踪了八年的小男孩 突然又出现了 出现在了休斯顿东部的一个教堂外面 而被人发现时 这个男孩当时正处于昏迷状态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伤痕 后来他被送到医院 经医生检查 说这男孩还活着 而接下来呢 当这名男孩 Rudi醒来之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而且呢 他还说自己叫胡里奥托雷斯 并且说自己只有14岁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已经25岁了 随后他跟社工之间的对话 更是让人毛骨送来 他说他在遛狗失踪后 其实他经常能够见到妈妈 但是呢 就是不能自由出入 他被软禁了 说他妈妈 还会给他吃一些奇怪的东西 吃完之后 他就会一时模糊不清 只记得他妈妈让他躺在床上 不能穿衣服 还要扮演丈夫的角色 他说有好几次 他都想逃跑 但是呢 妈妈总是把他拖回来 强迫他 弹演丈夫的角色 另外 他还说 他妈妈还会要求他 帮他洗澡 要是不听话 就会被关进房间 那么 至于他为什么不逃跑 没有逃跑呢 他说 是因为他妈妈告诉他 自己被通缉了 必须改名字 躲起来 否则警察就会把他抓走 关进监狱 但是呢 后来他实在是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所以就在7月2号那天 他偷了他妈的车 逃了出来 之所以身上有伤 他说 是因为他在开车时 不小心撞车了 当然 对于这个男孩说的这些话 他妈妈 Jenny 听完之后 表示否认 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呢 他说 这是 只是孩子 因为受到他哥哥 跟他父亲去世的打击 所以呢 导致他胡言乱语 但是 这个案件中的一些细节 却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母亲的行为 首先 当有人发现 男孩倒在教堂门前 报警之后 警方刚赶到现场 警方还在核查 这个男孩的身份呢 他妈妈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很及时的就赶到了现场 第二 警察在男孩身上 发现了一张 他妈妈 Jenny 两年前申请的信用卡 那么 孩子都已经失踪8年了 他又是如何得到 他妈妈两年前办的信用卡呢 第三 当这个男孩被发现时 身体非常消瘦 并且呢 还被查出 患有软主值肿瘤问题 看起来像是 注射了某种药物 而引起的 这个脓肿或囊肿 警方猜测 这个可能 跟Rudy提到的 他母亲控制他的毒物有关 最后 还有一些目击证人的线索 和失踪情况的描述 有出入 说 这名男孩Rudy 失踪的时候 他父亲和哥哥已经去世了 唯一和他生活在一起的 他的妈妈 却称称 八年都没有见过他 但是呢 就在Rudy失踪三年后 在2018年 有一个自称是 Rudy家人的匿名爆料者 报案 说Rudy就住在他们家后面 但是呢 警方去调查的时候 却又没有找到 好 那么 现在对于这起案件 前两天 经休斯顿警方向外界证实 经过和Rudy 以及他妈妈 Jenny的分别谈话 调查人员确认 在Rudy失踪的第二天 也就是2015年的3月8号 她其实就已经回到了加州 原来他妈妈这八年来 一直都在欺骗警方 一直声称孩子失踪了 并且呢 还在网上开了一个 GoFoundMe的账户 这是一个网上的捐款平台 那么经过多方消息的汇总 从目前的案情来看 这名男孩的母亲 应该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后来据有关消息披露 这名男孩的父亲 也就是Jenny的丈夫 他生前是一名当地的警察 另外呢 据这个男孩两位姑姑 和他的姨妈 昨天6号 在召开的记者会上 指控孩子的母亲说谎 并且信虐他儿子 据这名男孩的姨妈说 虽然他没有直接证据 但是他说 Rudy的母亲 认识很多当地的警察 他认为 这可能就是他 能够长期隐瞒这件事情的原因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起案件 发展到目前的一个过程 现在呢 当地警方 正在进一步调查此案 最近有一位华人网友爆料 说上个月他开车 从乔治亚州搬家 前往罗德岛州的途中 他呢在北卡罗兰纳州的 一个加油站 是BP加油站 加完油之后 结果没开十分钟 车呢就抛锚了 怎么弄都发动不起来 最后没办法 他只能把车拖到 附近的一家4S店 车行的人一看 说这我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新车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就等着吧 三天之后 对车子进行全面检测 才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 由于呢他急着搬家 所以呢只能取了部分行李 又转坐飞机去了罗德岛 结果就在三天之后 车行呢检测完之后 给他发来了一条消息 说汽车熄火的原因找到了 是因为油箱里的汽油中 有95%都是水 只有约5%是油 也就是说这个加油站 干的是以水带油 这样的黑心勾当 在油里面掺水 而且掺了大量的水 后来呢 这位网友啊 越想越生气 他就给那个加油站 打了投诉电话 然后又向保险公司 提供了信息 因为他是一名学生 所以呢 他就咨询了学校的法务部门 法务呢 给他提供了一个律师 律师跟他说 这种情况 修车费呢 一般不会超过5000美元 所以没必要上庭 建议他向消费者保护部门投诉 后来经过他的投诉 当地的新闻 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随后根据记者的调查 除了他 还有不少人呢 也在那个加油站 加到了含水量极高的汽油 随后 农业和消费者部门 也派人去那个加油站 进行了调查取证 后来呢 消费者保护部门 给这位网友回了邮件 说加油站将会在15天内 回复对他的处理意见 和结果 说现在这位网友的车子 已经修好了 保险公司也做出了赔偿 但是呢 那个加油站 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看来啊 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好像也不少 其他的州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据报 说今年的5月份 有媒体爆出 在明尼苏达州 就有两个加油站 也被举报 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当时呢 有其中一个 说开的是宝马X3的 一位女士 加了一箱91号的汽油 结果加完油之后 开了大约一英里左右 他去办事了 他丈夫呢 把车停在路边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再启动的时候 就出现 说车子剧烈晃动 然后就熄火 然后就再也打不着了 后来经修城行检测 说他的汽车 油箱里 装的90%都是水 只有飘在上面的一小层 是汽油 所以说现在 对于这种情况 一些专业人士提醒大家 在美国加油 最好呢 还是选择大品牌的加油站 比如像翘牌 雪芙蓉 美孚等等 这些大牌的加油站 根据报道指出 说有关方面做了一项研究 将一台发动机 连续运转1000小时 大约相当于行驶 4000英里 然后把发动机拆开 进行审查 结果显示 说和普通燃料相比 大牌汽油产生的碳沉积物 要少19倍 说这项实验证明 大牌加油站的燃料 还是物有所值的 虽然价格比普通燃料 要稍微高出一点 据报 说通常被认为 在美国排名前五的加油站 排第一的是翘牌 第二的是美孚 第三是雪芙龙 第四是Costco 第五是辛克兰尔 这是五大加油站 而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位华人网友 举报的这家BP 也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这个加油站 位居美国加油站 100强榜单中的 第91名 另外像Safeway 7-11等这些加油站 经常也会被网友吐槽 前两天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一名华人男子 车开到一半 突然汽车爆胎了 然后他就把车停到路边 一门心思的在那换轮胎 结果当他把轮胎换完之后 发现放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背包不见了 而这个包里面装着6万美元的现金 据这位54岁的男子报警 说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月的28号下午 他开车出门 没开多久其中的一个轮胎就爆了 最后他就换轮胎 就在这个换轮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 包就被人偷走了 说包里不仅装有6万美元的现金 还有一些随身的电器和一部手机 手机也被偷走了 所以没办法他只能向路人求助 帮他报警 警方到场后通过附近的监控路线发现 当时他在满头坏胎的时候 有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他旁边停了一下 很快的打开车门就把包给拿走了 据报说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嫌犯依然没有下落 那么这件事情也告诫大家 不管你是人在车里还是在车外 只要在路边停车 一定要把车门落锁 前两天我还听说在休斯顿也是一位华人 他从银行刚办完事出来 刚上车还在导航呢 车还没走 突然后面就来了一辆车 下来一个人 伸手就开他后车门 一看门是锁着的 马上就回到自己车里 很快又开走了 索性这位华人同胞 他有随手落锁的习惯 否则车里的包没准也会被抢走 所以说随手落锁 上车之后一定要记得随手落锁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尽职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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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砍回首已站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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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么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啊中啊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挥手已站在人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